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吴宏林 一起来关心今天3月26号星期二的重要新闻 去年地方法院做出了废除前任总统奥巴马医疗改革 要求全民购买保险的规定 经联方司法部宣布 这个裁决有效 也就是认定奥巴马健保违反宪法 前总统奥巴马推出的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 也就是奥巴马健保 强制美国人购买健康保险 否则要付一笔罚款 来自德州地方法院的上诉庭法官去年12月裁定 这项规定违反宪法 也就是一同判决这个法案的其他部分也无效 包括增大医疗补助的范围和要求雇主向工人提供保险 以及对私人健保公司和公共医保项目做出改革 另外 奥巴马健保也减省年长人士的保险和处方药物的费用 为国人提供免费生育控制和让子女可以附带在家长的保险一直到26岁等等 因此当时有争议声音认为 不应该因为认为强制美国人买保险该部分的条款无效 就要让整个奥巴马健保石沉大海 但是司法部昨天表示 同意德州法院的结论 认为奥巴马健保违反宪法 也同意整个医改法案的所有条款也无效 对这个决定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于司法部决定表达不满 她发表声明表示 川普政府破坏对需要医疗的美国人的保障 也等同于是对医保发动彻底的战争 这次司法部的决定扭转了前任部长赛辛斯的立场 让人感到惊讶 7年前发生于康涅狄格州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一名学童死者的父亲因为无法走出伤痛 现在传出自杀身亡 警方表示 49岁的Jeremy Richman 李奇曼昨天上午被人发现 倒闭在公寓中 他的身份是2012年康州Sandy Hook小学校园枪击案中 其中一名6岁女童受害者的父亲 初步相信李奇曼是死于自杀 死因无可疑 警方表示 李奇曼的离世对家人和社区来说也让人心碎 Sandy Hook小学校园枪击案 共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教育工作者死亡 事件发生后 本为神经药物学家痛失爱女的李奇曼振作起来成立艾威尔基金会 主力资助并结合科学界及临床研究大脑 以了解可能让某些人变得暴力和具侵略性的生物和环境因素 期盼预防暴力发生 而在李奇曼结束生命前的短短一星期内 一年前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案 也有两名年轻幸存者学生先后轻生 让人痛惜 再度让人关注枪击暴力的可怕和深远祸害 香港前名政局长何志平行贿联合国外交官一案 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判刑 何志平遭判处三年监禁和40万罚款 表示不会上诉 身穿囚衣的69岁何志平首次在庭上发言 向法官求情并数度落泪 他表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懊悔 遭囚禁超过16个月期间 让太太 女儿 母亲等身边人也承受痛苦 他也提到 希望能够早日返回香港 陪伴高龄93岁的母亲 并向她道歉 他的代表律师求情简行使表示 何志平是华人成功榜样 多年从事慈善事业成立奖学金 担任医生期间也常为家境贫困者一诊 简方认为 就算何志平过去曾做过对社会有意义之事 行贿也是事实 法官在宣判时勉力何志平 之后还能做很多对社会有注意的事 最终向他处以三年刑期 以及40万元的罚款 缴检方要求的刑期烧清 扣检已经被关押的时间 大概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可以出狱 何志平律师表示不再上诉 何志平因为协助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取得查德和乌干达的石油资源 分别贿赂查德总统200万元 及乌干达总统和外长50万元等 于前年11月被捕被控8项罪名 其中除了查德贿赂案中的国际洗钱罪不成立外 其他的串谋违反反海外贪污法和国际洗钱等罪名也成立 再带大家关注国际局势 以色列在和巴勒斯坦与边境交火 以色列军向巴勒斯坦加萨地带的哈马斯发动空袭 报复巴勒斯坦发射30多枚火箭弹 当地时间周一 以色列军队向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办公室等目标发动空袭 表示是报复巴勒斯坦稍早时间突然发射30多枚火箭弹 震动以色列各大城市影响国内的公共交通工具停驶 体育活动取消学生也拒报要躲到防空洞内上课 以军表示已经几乎把所有火箭弹拦截或者击落在空地 当时于华府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唐雅胡说 以色列不会容忍这种攻击 形容这是巴国的无端挑衅 以色列军对此也立即展开空袭报复 炸弹命中哈马斯领袖哈尼叶的办公室 当时哈尼叶不在办公室 哈尼叶警告 以色列不要将冲突升温 巴勒斯坦人也不会投降 川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唐雅胡达成协议 美方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推翻美国半个多世纪来对中东的政策 川普总统在白宫签订文告 表示以色列控制戈兰高地已经达到52年 现在应该是得到美国承认的时候 如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达成广泛的和平协定 他的做法将加强以色列应付区域威胁的自卫能力 正在华府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唐雅胡在场 见证着历史时刻 向川普提出致谢表示 以色列从来没有一个比川普更好的朋友 内唐雅胡争取美国承认戈兰高地主权 对他在下月面临的国内选举 可说是一大外交筹码 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有主权的国家 在1967年的6日战争中 以色列占据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战略要地 以对付伊朗及其在叙利亚的盟友的攻击 但是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都认为戈兰高地只是以色列的占领区 而不是主权属地 这次川普的决定推翻美国半个多世纪来对中东的政策 也立即引来激烈批评 遭到叙利亚痛斥公然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多个国家也批评美国默示国际法破坏和平 盟友加拿大也表示反对 强调国际法禁止以武力兼并土地 俄国指责川普正在中东推动新一波紧张情势 最后是消费相关的新闻 苹果公司在最新举行的发布会上 宣布加入串流影音服务 也计划开拍原创影视 昨天在湾区Cutino市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 苹果宣布加入多种新服务 其中包括无需年费 可以用手机直接开通的自家信用卡 Apple Card 收费游戏平台Apple Arcade 不过谈到最受注视的就是苹果将加入 Netflix、Amazon Prime、Hulu等串流影音服务商的战圈 推出包含自家原创制作电影的平台Apple TV Plus 攻占好莱坞的市场 这个平台预期是无广告 可在超过100个国家收看 还有不同的独家内容 而在发布会上 苹果特地请来多位好莱坞红人 包括名主持人Obra Winfrey 大导演Steven Spielberg 和金像影后Ris Fizer Spoon等压台 其中预计于今年内的作品 包括由Steven Spielberg翻拍奇幻恐怖作品 《幻海魔宗的新剧》 《Amazing Stories》 探讨美国移民的故事 《Little America》等 苹果执行长库克早前表示 他希望创出一个合家欢的影视平台 希望影音内容整体要避免性裸露 亵渎脏话和暴力 Apple TV Plus预期今年底前正式推出市场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